而当普世各界都在为感恩母亲的辛劳预备礼物的时候 花莲基督教女青年会 黎明披护工厂联手募集抹茶栗子棒蛋糕 要向类母亲们表达致敬和致谢致意 YWCS由妇女们组成的社团 会员都是手握孩子照顾一家老小的母亲们 过去几年都会在母亲节的前夕 募集蛋糕分松教育院 有愿客服照顾的来师们 来感谢他们照顾父母不在的孩子们的课业 今天是我们是邀请YWCA的志工们姐姐们 来一起参与我们 就是这次最主要我们黎明庇物工厂 办理的所谓的母亲节的抹茶栗子棒蛋糕 那由YWCA很感谢YWCA这次 能够主动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宣传跟志工的一个协助 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更能够顺利的完成 来到这个黎明的披肤工厂 我们要在母亲节的时候 为许多的类母亲来送蛋糕 那类母亲等一下有人会说明 我们女青年会历年来我们都会在母亲节的时候 给一些像母亲那样辛苦的人送蛋糕 我们也曾经给陪读的妈妈们去送蛋糕 就是希望大家共同为这个社会服务 在母亲节这一天能够表示一下我们对这些服务的人的一些安慰 照顾人的时候就是视病犹亲然后爱人如己 然后他帮助这些妈妈可能暂时没有办法陪伴 或者是家人没有办法陪伴的人获得很好的照顾 比如说像帮他翻身拍背 或者是说换尿片或者是喂食 陪伴行走 还有呢陪他们聊天 我觉得身心灵的陪伴啊 其实这种是要有爱心耐心还有贴心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用心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子的陪伴呢 其实如果没有用妈妈的心情来照顾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做得很道地 而且并且直接产生出果效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这份爱母 那个像母亲这般爱人的那个礼物啊 送给类母亲也就是照顾服务员 这份母亲节礼物预计向150位照顾员 致意和谢意 礼盒内附赠签名和祝福卡片 让类父母亲们的照顾服务不孤单 有人在为他们加油 一份蛋糕三分爱 连结的互不相似的捐赠者 蛋糕制作者 照顾服务员 在关怀友善环境当中彼此祝福 妈妈我爱您 祝亲节快乐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